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叉的一声 撕入马旁了一扇门门 一声阵间的吓死 猛将挑枪而回 只见长枪之上挑着一名黑衣人 鲜血从枪上滴落下来 枪尖刺穿那名监察院密探的凶妇 盔甲之下的那位将军闷哼一声 单臂一阵 将枪尖上的尸首像纸袋一样甩了出去 他帮先一匹马 再次踏过街上的死尸血泊 再次急驰 手中那支黑色弹枪全由钢铁锁住 不一猛无仇 枪出不虚 自此沿街挑了五扇木门 于快速飞奔间连杀树人 秦恒在后方冷冷注视着自己手下的第一猛将 将手一挥 命令全军依次压上 准备用强大的兵力直接压服街道两侧监察院的居杀 虽然初一遭遇便折损了近两百名士卒 但秦恒的心神依然没有一丝颤抖 他从来不认为监察院这种黑暗里的手段 可以真正阻止一支大军的前行 一名监察院官员手持硬弩 出现在左前方的楼上 隔着窗子瞄准了那名风匠 不料还未来得及扣动扳机 一支羽箭已经从他的眼窝里射了进去 这名官员闷哼一声摔下楼来 紧接着嗤嗤之声连坐 蹲随着那名先锋猛将 于街上纵马狂奔的数十骑亲兵 手持进攻 于左右连射 简直快速射出 接到两畔的小楼民宅上 顿时出现许多箭洞 埋伏在其中的监察院部署 在准备持弩射杀那名猛将时 纷纷重箭倒下 天下三大势力 便以庆军的骑射最强 此时纵马长街 手持硬弓 竟在瞬息之间 射得监察院弩手们不敢献出身形 即便两旁偶有弩箭射出 也显得没有什么准头 射在那名猛将身上的重甲 却也无法伸入齐区 只是站出些许血花 只须余见 那名秦家家将已经带着先锋营 冲出了约百余杖 而他的身后 则是浩浩荡荡的骑兵本身 眼看前方便是一片开阔地 直冲皇宫再也无事可阻 便在此时 只听了一支凄厉的零剑 在长街之上响起 街道两侧的民宅窗口 全部关闭了起来 虽然宅洛里的厮杀在继续 但长街之上却恢复了瓶颈 极其怪异的瓶颈 那名家将满脸血污 一脸的煞气 一阵长枪收于背后 就像是一把开山斧般直刺街口 虽然注意到了街道两侧的异象 却根本没有一丝心计 此时突事已成 就凭侦察院那些鬼欲伎俩 如何能阻助大军前行呢 蜀碑 他轻蔑想着 秦衡率领大军向长街之上压了过来 一脸冷峻的 看着突然回复清静的长街 微朝想着 监察院终究还是见不得光了 便在此时 另见之后回复平静的长街之上 忽然响起了一声号令 这声号令只有一个字 后 这个后字极其简单 干净利落 却蕴藏着无穷的杀机 秦衡眼瞳微缩 眉毛一挑 汉军齐拉弓 无数语剑射了出去 直刺那声命令发出之地 咚咚咚咚咚 有如乱语打成 那座木楼顿时被射穿无数洞眼 长剑破风而入 只听得隐约一声闷响 发令的监察院官员 毅然毙命 然而紧接着 只有马蹄声 闷沙声 剑语破空声的长街之中 又再次响起了那声号令 后 秦衡的脸色阴郁了起来 在长街之上 持江而奔 他不知道监察院的这声后 意味着什么 他本可以此时选择分兵 绕过这段有监察院 重兵胡击的长街 可以选择更加稳妥的方式 然而军令如山 既然父亲命令自己第一个赶到皇宫 自己便必须保持速度 即便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于是他猛的一挥手中马鞭 长街之上数千叛军齐声一鹤 杀 群死一半 倾甲在身的叛军打队 就这样向着疯狂而危险的长街之上 沿了过去 那名长枪在手 无人敢组的先锋猛将 此时已经率领自己身后的数十余亲旗 突到了长街尾处 背后的正阳门在朝阳之下泛着光 身前的空阔地带在吸引着他 更远处 隐隐可见的皇宫 还在等待着他的攻打 所以他满怀豪情 英勇无比 然则他忽然听到了如雷般的马蹄声 然后看到了长街的空旷尽头处 忽然出现了两百余名骑兵 这些骑兵不知何时出现在此地 穿着靓甲 手持长刀 沉默而冷漠地 等待着叛军的到来 在这些骑兵的身侧 有十余具散乱着的尸首 正是秦家叛军散出去的那十余旗赤后 不止赤后死了 即便是那些战马也倒在了地上 秦家先锋将的眼筒缩了起来 他知道这些骑兵是硬手 不然不可能扑杀了自己属下十余旗 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是禁军 此时已经无法再停 先锋将紧紧握住了手中的铁枪 枪杆的粗糙与冰冷 让他感觉到了无穷的信心 然后一家马腹就带着身后的几十旗向着禁军大队冲了过去 禁军将领全身都笼罩在盔甲之中 只露出一双眼睛 而这双眼睛里此时没有一丝别的情绪 只有平静冷漠和决心 对自己生命的冷漠完成大帅交代任务的决心 他高高的举起手中的马刀 刀锋闪着亮光令人不寒而立 一家马腹身下战马猛的一阵 如初弦之间的寒冷漠 数百群骑兵就这样以一往无前的勇气冲了上去 就像是两道颜色不一的洪流 马上便要正面冲撞 便在此时 刚刚安静了一刹那的长街之上 突然又响起了一阵监察院的号令声 草 秦家先锋将血红着眼 看着高速冲过来的禁军骑兵 暴吓一声 马匹骤然加速 已经要冲到街口 耳边却突然听到了这声喘 他的心神艰狠 没有一丝慌乱和减速 他根本不在乎监察院的这些鼠辈 在乎的是正面这些十分强悍的禁军 他必须要为将军杀开一条血路 杀开一条通往皇宫的血路 一条黑影 正好出现在这名先锋将的马头之前的半空中 这名猛将斜手一条 枪尖 刺之书生 雷雨说是死北枯碎 布料乱飞 内里夹杂热的粉末被荡至半空 少许撒到了这名猛将的身上 大部分却撒在了马的身上 他闭住了呼吸 双眼一片血红 心智监察院用毒厉害 却也根本不拒 只要毒物一时不能入心 他就能够将与自己越来越近的那些进军杀退 只是心忧坐骑 一横心将枪尾在马臀上狠狠的积累一劲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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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